简讯来可能希望排一个时间 但是我说现在是市政总咨询时间 而且现在一心一意是为了市政问题 大家在论辩暂时不已 所以大概会在6月初 认了有接触就是因为这句话 成韩国瑜和党中央间的催化剂 如果我被征询的话 我的答案会是yes I do 大声说出我愿意为蓝军播云见日 党中央正式启动征询 但基层呼吁韩国瑜都说我愿意了 党中央应该提前决定谁代表蓝军出战2020 人民等得很焦虑 既然韩国瑜市长已经正面表示说 他愿意来参战的话 我想这没什么好等的 这些流程其实都可以缩短的 避免时间这么长会造成内耗 简短时程 其实国民党已经没有时间在浪费 你对照于民进党 民进党很早就已经对 对把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已经定掉 是什么是统独对经济 基层认为韩国瑜都说 也才渡了原本中常会定案 要等征询完后才确认名单 但其实也不需要6月10号 才确认韩国瑜是不是放入初选名单 而且还要办国政愿景发表会 举办全民调 7月28号全代会才正式提名 我们有一个程序 5月15号就已经把特别办法 已经通过了 接着就会有一个程序 那照这个程序去做 主席态度才很硬 说好的时间就是不能改 但规则是死的 缺乏弹性 就怕耽误了韩国瑜登场的最好时机 接着是温贤温文轩台北报道